下面我再讲解创建带罗文的罗姆 好,首先我们先绘制圆 在这里我们更改圆心的做表点为圆点 修改圆的半径为实 好,去理 接下来我们点击绘制多边形之类 好,修改边数为6 外切圆半径我们修改为20 好,我们捕捉刚刚绘制的圆的圆形点 好,去理 下面我们点击挤出实体之类 好,我们依次选取两个图速 好,修改挤出的距离为20 好,我们点击确定 接下来我们点击前视图 选择以线价显示 好,我们点击直线绘制工具 好,捕捉 中心点 好,我们要捕捉圆的中心点 好 点击连续线 然后我们绘制一个小三角形 好 确定 接下来我们点击旋转实体 好,首先我们选取需要旋转的图速 好,确定 选取旋转的旋转轴 好,在旋转实体的设置中 我们修改为切割实体 保留角度为360 好,确定 下面我们点击 绘制 绘制螺纹线 好,我们点击 绘制螺纹线追度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设置 好,我们修改 圈数 我们修改为5 高度 修改为20 在半径一栏 我们修改为10 在间距栏 保留为4 好,我们 旋转角度 我们更改为90 好,我们 好,我们选取 俯视图 好,我们捕捉 直线的 端点 好,确定 好,我们 以线价显示 好,我们点击 前视图 好,我们更改为 右视图 好,在这里我们 绘制 扫描的截面 好,我们点击 直线绘制工具 好,我们 绘制 小三角形 好 下面我们点击 扫描 实体 选取 扫描的截面 选取 扫描的 路径 在这里我们选取 切割实体 好,我们 以实体显示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 我们就将 带 螺纹效果的 螺母 做了出来 好,我们可以 对螺母进行保存 好,确定 好,我们点击 新件 好,下面 我给大家讲解 绘制 凉水杯 综合实例 在这里 我们首先 打开 凉水杯 限价模型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凉水杯的 限价模型 好,我们可以 点击 串联补证工具 首先我们选取 杯口的图速 好,确定 好,我们更改 偏移的方向 为向内 输入 输入 偏移的距离 我们输入 唯一 好,点击应用 好,我们继续选取 需要串联补证的 图速 好 我们更改方向 为向内 好,确定 好,下面 我给大家讲解 杯口的创建 刚刚我们偏移 两条曲线 是为了 做杯口时 方便我们 做内部结构 好,我给大家演示 杯口的创建 我们点击 举声尸体工具 好,我们选取 上下图速 在选取上下图速时 我们一定要注意 图速的 一一对应 否则 系统会弹出警告 以致无法生成尸体 好,我们选取 图速 选取 与之对应的 图速的对应点 好 确定 好 我们保留 举声尸体的 设置默认 好 这样 我们就生成了 杯口的 模样 好 我们点击 以限价显示 我们继续点击 举声尸体工具 同样 同样 我们选取 内侧 图速的 对应点 好 我们继续选取 好 确定 好 在弹出的 对话框中 我们要选择 切割实体 这样 我们才能创建出 空心的水杯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 我们就将 水杯口部 绘制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点击 切换视图 我们绘制 杯子的 杯身部分 好 我们同样 点击串联补证工具 选取 需要 串联补证的 图速 好 确定 好 我们选择向内 然后同样 偏移距离 我们更改为1 好 确定 好 我们点击 以仙价显示 在这里我们点击 绘制直线 将刚刚 偏移好的 曲线 封闭为 封闭轮廓 好 我们 封闭 另一段 好 确定 点击 修剪指令 选取 分割 删除 好 确定 这样我们 就 绘制好了 封闭的曲线 接下来 我们点击 旋转实体工具 首先 我们要选取 旋转实体所需的 旋转的图速 好 确定 然后我们 要选取 旋转的轴 好 我们在这里 选择 创建主体 角度为 360度 好 确定 好 刚才可以看到 弹出了 警告 好 我们 重新 点击 旋转实体 好 我们 选取 要旋转的图速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 图速 未封闭 好 我们重新 绘制 好 我们删除 刚刚 绘制的直线 好 我们点击 直线绘制工具 好 我们修剪 好 我们再次 点选 旋转实体 好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 平身的旋转 好 我们以实体显示 接下来 我们要对水杯 手柄部分 进行 扫描 好 我们点击 以仙价显示 好 我们点击 扫描实体 首先 首先我们选取 首先我们选取 扫描 所需的 截面 好 接下来 我们选取 扫描的路径 好 默认 创建实体 好 以实体显示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 水杯的 模型的 创建 好 我们点击 保存 好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 第六讲的讲解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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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